那個像FOR迴圈、畫迴圈、像這個直速判斷 甚至呢把它改成VBA 至於如果改VBA的話 那我在前面的影片也有講到 所以也許你可以再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那其實最重要的部分 我是覺得在 VBA裡面比較方便的地方 其實就是打開直接 當然呢因為我們細部的程式呢 因為它其實跟那個Python是一模一樣的邏輯 只是語法稍微差異 這部分請各位呢也許自己在把 兩者之間的比較 也許稍微看一下 那甚至呢我有把那個 兩者之間的差別的對照 把它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21頁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到底那個Python跟VBA的語法 哪裡 不一樣的話 也許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OK大概就一些差異啦 那如果你可以的話最好是 Python也會VBA也會 以後要寫 哪一個 程式 那就可以很快的 把它給寫出來 那如果要轉換到另外一個程式 也可以很快 就可以把這個 對應的程式也一樣可以寫出來 那這個細節部分也許 請各位再自行參考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要接著繼續來看 另外一道題啦就是 這個叫Month CAI OK 這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的話呢主要是說 它是猜什麼 問題為 哪個月份 我來demo一下 這個的話呢假如說我今天要猜一個月份 OK 那這個月份的話就是英文的 它有點像是英番中 比如說這個是幾月 OK那當然如果你猜錯的 比如說你猜錯誤的 OK它就會出現什麼 答錯了 那另外當然呢如果你答對了 比如說輸入答對了 它會正確答案 所以呢 假如說呢我們要寫一個類似像這樣的程度 有點像什麼那個 英文的那個什麼 中翻英英番中啦 所以其實像這個程式呢 將來呢也可以把它改寫 改寫成什麼 反正有點像字典啊或者像是 考那個學生啊那個什麼測驗系統等等的 其實可以用歷史的 這個邏輯喔可以做那個程式的撰寫 好那再來的話呢 城市 該 如何 這個撰寫 那這裡面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那其實你會發現喔 這個程式喔 有些地方呢 跟前面講的其實還蠻接近的 有沒有像畫一帽號 然後呢輸入 邏輯判斷 True跟False OK 這個的話基本上呢你可以 有點像把它拿來當 用一個 範本 OK 那 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特別注意喔 最大的差別就是說 我必須要有一個1到12月份的英文單字 OK 那特別注意喔因為1到12月份的英文單字 第一個啦他總共12個英文字 可是問題來了喔 以前的話我們假設說 用之前講過的那個變數的話 那當然理論上因為他是文字 也就是說有12個文字 12個月份的文字 那我如果要放在一個變數裡面的話會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我如果12個月份那勢必我要產生 正常的話是12個 這個文字的變數 那如果12個變數說真的太冗藏了 那有什麼方式喔可以不要這麼冗藏 特別注意喔 這個時候的話你就要多學個東西 什麼呢 就是 所謂的 串列 OK 那串列的話結構 在Python裡面喔 他一定是中瓜糊開頭 中瓜糊結束 然後呢如果你要放很多個資料的話 特別注意喔請你在資料跟資料中間加豆點 比如說12月份的話 那我們這個地方呢就會是 12個文字就把他發中間都加豆點 OK 那另外的話呢如果我要提取其中一個 比如說我要取第1個資料的話 那你就跟他講說這個因為變數名稱叫ms 如果你要取第1個資料的話就中瓜糊 編號從0開始 特別注意喔 他的編號呢一定從0開始 那這個編號 0123一直到後面 那不過各位 看到這個程式部分可能會覺得有點疑惑 我把它放大一下 什麼地方有疑惑 第一個就說 為什麼老師你這個地方 第一個編號呢 會放一個空的資料 跟各位講一下這個也是後來 我想出來一個妙招 怎麼說呢因為 他這個ms如果是放編號0的話 那假如說我把那個 假設我不放這個 這個空的資料的話 那4B的話1月份 他就放在編號0的位置 2月份放1的位置上 3月放2的位置 诶 那也就是說他的月份 跟他的編號 相差1 那其實這個有個 地方還蠻麻煩 就是說 每次光要 減1或加1 就很頭痛 所以後來想一個方法 如果我今天 在這邊加一個空的資料的話 那我不是可以解掉很多麻煩 為什麼 因為 這樣的話呢 那編號1 就是1月份嗎 編號2就2月份 那這樣就 不需要特別 還要再去轉換 到底他的那個編號跟他的月份 是不是相差1的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想到這個問題 想到這個方法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怎麼樣 把資料呢 像這個 1月到12月份 那可是問題來了 我必須要把這個 1到12月份的英文單字 全部拼出來 那你會想說 這個很麻煩喔 那你這些 月份 到底怎麼來的 其實 我主要也是 用那個什麼 Excel來幫忙的 那在Excel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我只要拼出 1月份之後 再把它怎麼樣 向下填滿 那你會發現喔 1月 到12月份 的月份名稱呢 就全部出來了 那為什麼 你想說 這個蠻特別 主要原因是因為Excel本身 就已經把1到12月份的月份 那個名單呢 就已經加到 這個Excel裡面了 就內建了嘛 那我們就 不需要 特別 再去做輸入 這第一個 第二的話呢 那如果說我要把這個資料呢 放到Python裡面的話啦 我是把它複製貼上 然後前後加雙以後就可以了 這個方法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實際上這個 這個陣列 其實就有點像是在Excel裡面的 一個清單啦 OK 所以有點像啦 只是因為呢 在Python裡面沒有像 Excel裡面有這麼好用的 介面可以操作 所以以後 假如說你有大量資料的話 通常會放到串列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串列很重要 因為將來如果你有大量的資料 要把它放到 Python裡面做運算的話 通常會先把它 導入到這個串列裡面 再做後續的動作 所以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那 這是幾月份 所以月份部分呢 我們就已經 有了一個清單 這第一個 然後呢也建了一個 MS的變數 第一個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需要什麼 需要個亂數喔 就是呢 隨機的抽一個月份來考學生 所以喔 你看我放在執行 你會發現喔 這個地方的月份喔 現在這個是July July的話 那如果我再把它停止 重新再輸入一次 那你會發現喔 隨便輸了 那我如果再再run一下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呢 他又隨機 又 讀取出一個月份來考學生 那也就是說呢 每一次 考學生的月份都不一樣 那我要怎麼樣亂數 抽一個月份 考學生 所以喔亂數 抽一個月份的話 這個時候呢 一樣喔 我們用 之前講過的random 那random裡面如果要亂數的話 他是1到12月 1到12嘛 之間抽一個 所以呢我們可以用什麼random 點random range 然後呢 刮虎裡面的話如果要1到12的話那就1 做點13 我前面講過啦 13主要是13不會執行 所以呢就會產生1 到12的月份 然後呢 放在 mr這個變數裡面 所以喔 我有一個什麼 ms 的這個 串列 然後呢也有一個mr 比如說我今天喔 抽到的是 假設啦 他從1到10 他抽到2好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要怎麼得到這個 有沒有你會發現這個名稱呢 他剛好會放在哪裡呢 跟我這個問題裡面串在一起 那為什麼剛好可以串在這裡 而且喔 每一次執行的月份都不一樣喔 比如說我今天這個是2月嘛然後再執行 下一次執行的話又換一個月份 其他都一樣喔只有這個地方不一樣喔 那怎麼做的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寫法喔 其實我是建議啦你可以用畫一帽號 我覺得畫一帽號真的相對 用 非畫一帽號的寫法會簡潔許多 那我們的寫法大概是這樣 先讓他run一個回圈反正就是你一直回答 回答到什麼呢回答到 這個答對為止的話那就畫一帽號 那接下來的話下一個下一行喔 在回圈的裡面的 第一行就是 讓他輸入 問題為 所以這個地方喔要怎麼樣得到 這個什麼這是起月喔 那這個地方的話第一個啦當然我們就 最關鍵的地方最難input的吧 然後呢這是幾月呢 所以呢 其實理論上在input裡面的問題 應該是這樣就雙以後 這是 問題為 特別是喔 關鍵的地方來了 主要是這個地方 月份喔當然不是現在是因為我直接從這邊複製貼 將來呢月份一定是 這個變動的 那我要怎麼讓他可以變動喔 關鍵來囉 記得喔請你在這個中間 串接 一個什麼 ms 中瓜糊 那我要取的是 這裡面的哪一個喔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亂數裡面的mr 加到這裡就ok了 加到這裡就ok了 那也就是說喔 將來喔如果是以這個來看 他這個mr 裡面的詞 得到是2 那我就把這個2的數字呢 放到這裡來 他就ms 中瓜糊 2 2的話指的是這個串列裡面的第 0 1 2 這個 所以他會把什麼 這個資料呢喔 幫你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裡來 串到這個中間 也就是因為這樣關係喔 他問題為 喔 這個 favorite 這個地方 這是幾月呢 有沒有他就產生這樣的結果 當然下一次亂數又不一樣 那又抓另外一個 ok 好 那我們 就可以取得 這個串列裡面的哪一個 資料 放在這裡喔 所以這招還蠻好用的喔 以後如果說 你想要亂數抓一個資料 你可以 第一個 產生一個清單 這個就是所謂的串列 第二個亂數 產生一個亂數 然後放在 這個當中就可以了 接下來的話呢 當什麼時候會答對 當mr 2 等於什麼呢 輸入了值 如果他輸入也是輸入2的話 2月份的話 那表示正確喔 所以如果 mr 等於m的話 或m等於mr的話 那 printer 答案正確 那記得喔 因為正確就要停止掉 所以這裡的話就break 反之的話呢 就答錯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程式並沒有想像中 的複雜喔 跟前面的程式好像似乎有那麼一點點的相類似的點 那只是說這裡的話假如說 你要修改喔 你們可以改改看 如果要改成什麼只能拆三次的話 這個地方該怎麼改 這個也許請各位再 再去思考一下 另外有一個重點就是說 這個地方喔 如果你將來的資料 不只一個的話不只一筆喔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完成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月份 的這個練習題 MANCE CI部分 把畫面呢 再 幫給各位一下試試看這一題喔 我先讓大家看看 我先讓大家看看 我先讓大家看看